OK 你想著自己的夢想的時候呢 你一定會覺得說 有時候我要讀讀別人的故事 藉由別人的故事去了解更多這樣子的部分 那接下來是由我們的大翔 然後跟我們介紹他們的雜誌的故事 然後所有關於他 所以如果你有對朋友的夢想或其他的部分 都可以接下來有9分鐘的介紹了解 謝謝 謝謝 我想先問一下 這椅子是要幹嘛 我剛剛前面聽到很多故事跟計畫 我覺得真的是很意外跟surprise 有點像Edward那個 大開眼見 然後今天其實要介紹的PPT跟上次不太一樣 為了避免一些熟練孔 這個可能會覺得有點無聊 所以我換了一個 那今天PPT比較有一點點商業 因為這是我們在對企業做Promote的一個PPT 首先要先介紹一下我們的小人物 這不是一個夢想而已 這是一個創業的計畫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社會企業呢 去改善一個社會問題 那接下來 我們當然你說要成為一個社會企業要改善社會問題 我們就要看到社會的危機嘛 我們看到現在社會危機 我不知道大家在座都是哪個年齡層比較多 不過我自己是八年級生 我看到社會危機呢 根據7月10雜誌這一期有報導我的部分 他們做了一個調查 他們說36%的人不知道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工作 不曉得大家有同樣的感覺 再來 和上個世代相比我們是一個更多不確定的世代 競爭更激烈 33.2%的人這樣覺得 我們在想什麼呢 我們希望可以找到一生的職志 有人這樣覺得嗎 有70%的人是這樣覺得 什麼叫做可以找到自己一生的職志 就是找到自己的夢想嘛 你這輩子到底要幹嘛 可是有70%的人希望做這件事 代表70%的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夢想跟自己的未來在哪裡 這是社會的危機 為什麼 超過一半人找不到夢想 有接近一半的人 他們有了夢想卻不敢實踐 對吧 好 再來 夢想說穿的是什麼 就是對世界的想像啊 就像剛剛前一位士奇哥哥 OK 士奇哥哥他剛剛有提到嘛 他說 我們未來是不是想要開名車 是不是想要住豪宅 這是我們對世界的一個想像 那 我們到底想什麼 實踐夢想是什麼 實踐夢想就是 實踐對世界的想像 沒問題嗎 什麼是實踐對世界的想像呢 就是 小人物 我們就在報導這樣子的故事 我們上到 看我們第一 啊 iPad 我們這邊有第一期的雜誌 第一期的雜誌 我們在講的是教育的問題 每一期我們會設定一個主題 那 有沒有覺得現在教育不好呢 或者是覺得教育有點失望呢 我覺得我們的 我們受到的教育好像怪怪 有人這樣覺得嗎 舉手一下 OK 還不少人 那有沒有想過 如果今天有一支魔法棒給你 你點了一下 教育會變成你想要的樣子 你想要讓教育變成什麼樣子 有人想過嗎 做自己的教育部長 欸 很好 我剛剛看到這本書 我也覺得 真是太棒了 那 其實我們 對世界的批評還蠻多的 我們對自己的夢想 也很茫然 對未來也不知道到底要幹嘛 可是 如果我們有這樣子的想像 我們是不是應該去把它做出來 有句話說 未經實踐的之語 無知無異 我們今天知道自己 不可以隨便亂丟垃圾 可是 我們還是亂丟了 那我們跟 月亮 他不知道不可以亂丟垃圾 有什麼差別嗎 OK 所以這就是一個差別嘛 有沒有實踐出來 是一個很大的差別啊 就像剛剛前面幾位 可能講說 你可能躺下來的時候在想 然後 起早的時候在做白日夢 可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所以我們應該做什麼 我們看到社會有個危機耶 我們第一個應該先讓大家看到夢想的可能性 你對世界的想像是什麼 這個想像有沒有可能發生 再來呢 有了想像之後 你們要有勇氣去做 接下來呢 我們要給他們實踐的能力 OK 縱觀以上的東西 我們開了一間公司 然後 我們來辦一本雜誌 我們希望分享這些故事 讓更多人去知道說 你的夢想是有可能的 就是啊 像剛剛提到我們的刊物 大家對於教育 都有一些 不滿 少一點的人對教育有一些想法 那如果真的讓你做一件事情去改變教育 你要做什麼 我們採訪了一個小人物 他自己開一間學校 你們相信嗎 他自己開一間學校 然後做他覺得對的教育 我覺得這是一件很不可思議的事情 但他真的發生了 他讓他對教育的想像成真了 我們希望把這樣的故事分享給更多人知道 所以你就會看到 你的夢想是有可能的 而且你應該有勇氣去達成 然後你應該有能力去做到他 OK 所以我是誰呢 為什麼要辦這本雜誌 我過去曾經是一位 植油生 OK 但後來不是了 所謂小食人好大衛必家就是我 所以我後來進到君小 為什麼 因為我很害怕自己找不到工作 有沒有人害怕自己找到工作的 有嗎 沒有 大家都有工作 我那時候很害怕自己找到工作 我也希望自己有一個好一點的社會地位 所以我進到君校裡面 大家聽到我進到君校的理由是什麼 有人可以重複一次嗎 OK 所以我是為了找一份工作去念君校 這樣對嗎 我從來就沒有想過要保家為國 我從來就沒有想過 今天地震來的時候我要去震災 這都不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但是我當了軍人 你們想要我這樣子的軍人嗎 如果不想 為什麼要讓自己去成為那樣子的人呢 所以2011年的時候我看開了 我覺得我不應該這樣 我的人生應該對社會有一點點貢獻吧 我在追求的是60分 但是真正美好的人生應該要追求100分 我們到底想做什麼 所以2012年的時候 我離開君校一年之後 我決定創業 我們剛剛看到後面六個字喔 可能沒有注意到 2009年的時候我逃避 後來我參與 所以我改變 看到現在台灣的樣子 大家都在逃避 大家都說現在經濟不好 工作難造等等很多問題 小人物雜誌在做的是什麼 就是希望把這樣的故事告訴更多人 讓大家知道說 你可以做到 你應該去參與 你自己的人生 做什麼不重要 重點是去做 然後我們開一間公司去創造一些資源 我們希望可以觸發一些改變 那既然談到創業 到底我們的市場在哪裡呢 我們總是需要永續發展 總是需要賺錢吧 大家去想一下喔 有沒有人看過商周 有沒有看過天下 有沒有看到遠見 為什麼你們要看這些東西 有想過嗎 沒有 這些都是一些成功人的例子嗎 他們賺了數十億數百億的錢 你想要知道他們怎麼成功的 你想知道他們人生的故事是什麼 對沒錯 他們的故事真的很激勵人心 真的是值得看 但是他們最後的結果是什麼 是錢 我們設想去成為一位大人物 所以我們去看 這些報導大人物故事的雜誌 可是我們的人生真的是因為想要成為大人物 真的是想要開名車想要住好家 所以存在的嗎 不是 如果我們可以知道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如果我們可以知道我們可以為社會做什麼事情 然後我們去做 我們去當個小人物 這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換句話說 所有可以放天下 所有可以放遠見 放商周 的場所 他們都應該有一本小人物雜誌 去給想要成為小人物的人看 需求量有多少 在這裡 剛剛提到數據 有36%的人不知道自己夢想有在哪裡 那70%的人希望可以找到自己一生的職志 那供給量呢 在座的大家 都是小人物 你們都有可能上雜誌 都有可能上成品 被大家看到 所以我們希望可以做這件事情 我們在世界各地分享實踐的勇氣 然後我們在所到之處去創造實踐的能力 所以辦了一本雜誌 然後開了一間公司 再來講到你我他 你我他就不講了 因為剛剛已經提過了 你想要做什麼 我可以幫你什麼 還有誰可以幫我 這就是我們在一起的原因 再來看看創業就需要有一個團隊 我們團隊是什麼人呢 我們團隊有八位 平均年齡有19.2歲 這是我們的團隊 上面寫的小人物做大事 這六個字是因為總統接見我們 因為總統接見我們 然後學校幫我們做了小人物做大事 六個字 他現在在我們公司裡面貼在牆壁上 OK 我們上了一些節目 然後電台 通告等等的 去被報導 去告訴大家 為什麼要當個小人物 然後我們看護順利的上到成品 順利到金石堂 電腳石等等的地方去做販售 我們有無比的堅強的團隊 我想這部分剛好 剛剛在Sonia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我自己是還蠻欣慰 我在第一次創業的時候可以有這樣的團隊 好 最後 最後是我們在跟企業做Prosol的時候 一個 一個 比較商業的東西 我們相信我們是除了錢 什麼都有的 那這不只是一個夢想 也是一個創業計畫 希望大家 可以努力的做自己 告訴自己說自己的價值在哪裡 然後我今天帶了一些看物過來 剛剛 在中場休息的時候已經順利賣出一些些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來跟我購買 謝謝 我覺得教會很厲害 有時候你可以聽到像這種 小弟弟大祥 可是他在台上可以分享他偉大的故事 而且他已經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非常棒 尤其各位來這邊 你喜歡向別人學習 或者看看 原本這些想idea 是別人已經有在做他的行動 是跟你很接近 想要跟他看齊的 所以下一次不管去書店 你在看雜誌的時候 記得支持一下小人 如果你覺得今天分享還不錯的話 當然你等一下會後 也可以找大家想要的部分